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们在等待安检 这个防疫的原因 安检非常的严格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美地亚新闻中心 两会期间啊 这里会变得非常的繁忙 可以说是全国两会重磅信息的集散地 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这是防疫台 大家可以看到消毒的用品是非常齐全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就是新闻发布厅 现在我身后呢 有一大两小的三块屏幕 我左手边呢 就是这次来参加大会的海内外的记者 记者们呢 可以通过这三块屏幕 向大会的发言人提问 谢谢主持人 发言人好 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 美金冬奥会啊 已经圆满落幕了 得到了国际奥委会 多国代表层团长和运动员的点赞 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今天的发布会上呢 远近一小时的时间啊 延长到了20分钟 我数了一下 发言人啊 一共回答了12个问题 包括今年呢 宏观经济形势 外貌 旧业 科技创新 疫情防控等等 特别开心的是啊 我成功呢 向发言人提问了 问到了冬奥会 雪茸茸的问题 发言人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 他说北京冬奥会不仅给中国 也给世界带来了温暖 在这种疫情带来的相对沉重的氛围当中 让我特别受到服务 让我们呢 就像发言人说的那样 热情地迎接雪茸茸的上岗 运动员们加油